上一小节呢 我们把内容布局大概的去实现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做一个内容欲加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的详情要去加载的时候 肯定我们要去请求接口 或者是我们要去请求云函数 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会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 那么我们需要等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才能够去接收到我们的数据 然后把它渲染到我们的阴面里面 但是其实我们想一下 在我们的列表里面 在列表里面呢 已经包含了一些 我们详情里面需要的某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在去点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列表里的某些内容 传到我们的阴面里 进行一个预加载 这样呢 我们可以打开详情页面 就能看到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标题啊 一些作者信息啊 这些内容呢 我们是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页面不会出现空白等待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节课我们就去把这个内容呢 去给它实现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来到我们的代码里 首先我们的页面是从哪里跳转过来的呢 我们是从list card 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组件 组件找到之后呢 我们在打开的时候 这里我们去给它打印一个 this.item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去拿到哪些数据 item是哪里来的呢 它是通过我们的副组件 传递进来的当前某一个卡片里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些内容都有什么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返回到首页 把控制台给它清空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 点击之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返回了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文章ID 然后是我们的作者信息 作者姓名 然后头像 作者的ID 和一个作者的状态 然后继续往下看呢 有一个brow count 我们的浏览记录 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的一个分类信息 然后下面是一个collection count 是我们的一个收藏的数量 然后是下面呢 我们的评论数量 包括的我们一些 封面图 一些图片 在下面是一个querytime 我们的一个创建时间 包括ID e-slag是我们自己 去添加的一个字段 是否收藏 然后呢 会有一个mode mode表示的是我们卡片 当前的一个类型 下面呢 是一个zamsup count 是我们的一个点赞数量 最后就是一个title title呢 就是我们文章的标题 所以可以看一下 我们都能够把哪些信息 去传给我们的详情页呢 那么肯定会有一个 我们的文章ID 第一个ID 肯定会有这么一个ID 它是一个唯一的嘛 所以ID我们肯定是要拿过去的 拿过去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ID 去请求我们列表里面的 某一个列表详情 对不对 然后呢 作者信息 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作者信息 作者的头像 跟作者的姓名 我们是要拿过去的 然后这里呢 会有一个创建时间 所以我们的create time 我们也要去拿过来 然后是一个浏览记录 和点赞的数量 所以呢 这里一个浏览和一个点赞 我们也都要拿过去 最后就是我们的title 也要去提前拿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去给它写一下 我们能够拿到 所有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先给它去声明一个 长量 我们叫promise 这里面去把我们 需要获取的字段 我们填写在这里 上面呢 我们再声明一个item 等于this的item 那我们把它上面 其实都可以去改一下 把this去掉 然后下面我们要去获得 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们要获取一个id id是item.id 然后我们要获取一个title 我们的文章标题 item.title 然后呢 rate time 就是item.create time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点赞数量 最后我们再写一个browse count item.browse count 这里我们去拼写错误 改一下 我们先去拿到这些内容 我们先给它处理一下 我们把它打印一下吧 看我们的内容正不正确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列表 我们清空一下控制台 我们点击 这里呢 我们就拿到了我们刚才去声明的 12345 五个字段 12345 五个字段 我们就拿到了 拿到之后 我们要怎么去传给我们的详情页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url后面直接去拼写一个 我们直接写问号 等于什么呢 是一个premise 等于 然后是我们的这些参数 我们的参数直接放在后边 它最后拿到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 它拿到的是一个object的一个对象 转成字符串的格式 所以我们后面它只能是去拼接字符串 我们不能放其他类型的变量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去给它转一下 我们把它转成字符串 json.create time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转成一个字符串 为什么我们不把整个这次的item里面 不是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信息吗 我们为什么不通过这种方式传过去呢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这里边的内容 可能数量会很多 在我们的h5中呢 你通过url传参的方式 你去携带的话 我们的内容可能会被截断 所以呢 这里传参 注意长度 我们尽量使用哪些参数呢 我们就给它带过去哪些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返回 返回之后我们再点击 注意我们的url后面 就会给我们拼好了一个 我们要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显示了 然后我们怎么在detail页面获取呢 获取也比较简单 回到我们的home detail里面 我们获取需要在unload里面 unload生命周期 我们会接收到一个参数 我们叫query 我们打印一下log 看query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直接刷新页面 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promise promise里面就是我们传过来的内容 对不对 不过它是一个字符串的格式 我们需要把它再转换成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就query their promise 我们就可以给它拿到我们需要的内容 但是这样我们还不能用 我们先把它转下 转成我们的对象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现在我们的内容 是不是就已经转化成对象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内容呢 去渲染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那么我们去渲染的话 我们在data里面 声明一个fromdata 我们去存放一下我们的变量 直接我们使用 z4.fromdata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转换后的这些内容 然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去渲染了 首先我们先把我们的title给它写成fromdata.title 然后继续看 我们有一个作者 作者的头像 我们这里fromdata.r3.thor 点什么呢 点上我们的一个头像 这样我们就能够拿到我们作者的一个头像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作者的名字 同样的我们fromdata.r3.thor 然后把下面的一个时间 我们是不是要改一下 实现呢 fromdata.r3.thor 然后我们的浏览 这里不要丢掉fromdata.r3.thor 赞呢 同样的 我们也需要给它去渲染一下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内容去给它渲染一下 这里我们有一个单词 我们评线错误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 在这里 AVATAR 保存一下 稍息一下移密 还不对 我们这里是一个案底犯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把它做的信息我们给丢掉了 我们去写一下 这样我们再重新进入一下就可以 清空一下控制台 然后回到我们这里 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的内容就已经正确的渲染到我们的阴面里面了 现在我们返回去点击一个其他的 同样呢 我们的数据就很快的就渲染到我们的阴面里面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欲渲染 其实我们在实际业务中呢 很多场景我们都可以用到这种方法 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把之前阴面的内容去传给之后阴面的内容 这种方法我们有很多种 这样就省去我们在数据读取中白屏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是很好的 那么 strike 孧 day